嗨大家好 今天我大家都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装置 这个装置是什么 这是网友寄给我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的 这个网友说了 这是他发明的一个叫零点自由能装置 它可以长期有电 然后说给我 让我干什么呢 让我给他做一个生压装置 这是我做的生压装置 那这网友跟我怎么说呢 说这个生压装置 电压非常低 很难利用 它是怎么利用的 它是这样利用的 然后就说带个发光液管 它指甲带都带不上 然后就说 包括发光液管 你看这么接上去 然后它的电压非常低 然后说你看 电压都不亮 说你看 是这样的不亮 那怎么样 那个电压油到底有多低呢 我给它测量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再能看一下吧 为了大家看一下 那我给它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电压有多低 大家看一下 它0.843伏 因为电压非常低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可以长期有电 其实当时我也跟网友说了 我说你多做几个 穿起来不就得了吗 网友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个东西内阻非常大 如果串联起来 可能电压上去了 但是一件负载电压 啪又没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 并联比较好 因为并联的时候 它内阻是 每并联一倍的 它内阻就降低到原来二分之一 而且它电压是不变的 所以说希望是并联制作 那么并联制作就需要升压 那怎么样升压呢 就是让我做一个自由能装置 而且这个网友说了 你看它是怎么利用的 它是这样利用的 它说它用一节五号电池 用一节五号电池 干什么用呢 说用一节五号电池跟它串联 说这么折 它是这么折的 说串联于它零点自由能装置上 然后这一段在戒指上面 然后它是这么利用的 一点点量 但是因为它本来电压也不高 那它0.8GV电压 有那么一点点量 所以能不能做一个升压装置 不要用这个电池 所以用个电池在这里 到底是电池能量还是它能量 电池1.5V 它0.8V 也就是说用了它一点点电压 所以觉得这样没有说服力 所以希望给它做一个升压装置 用这个升压装置来点量 它就说这样完全是它能源非有能 它的东西说它可以长期有电 然后用它如果能直接升压带动的话 说就OK了 说就可以长期利用这个能量 好了 那我把方管接板给它接上了 接上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呢 接下来再看一下 我这边都给它 把这个输主板给它接上 这边给它拿起来 看哈 这边我得给它接上 从它升压的话说 啊 就可以 因为零点几分升压很快的 但是我这给它看没有 马上就给它升压了哈 是不是指甲用它点亮了吧 啊 看到了吧 啊 也就是说这个网友呢 要求是它能做出一个升压 是点发光级管非常亮啊 也是非常亮的 说功率最好大一点哈 我这个生压呢 生压不是太高 但是网友说了 不光带个发光级管 你最好能能驱动一个12V风扇 在这里要跟这个网友说一下 我能给你把风扇带转了 但是呢达不到满负载啊 因为你这里本来的电脑就太小了 你0.8伏弄它 而且电脑也不大 所以说我没办法给你哈 就是让个风扇五五转啊 除非你那个装置再大一点哈 也许能带着五五转 但是我这个装置了 这个升压装置啊 功率是足够的啊 所以说你这一点是 如果你家里还有更好的哈 你就用那个 应该可以把风扇带着五五转啊 但是这个穿一下了 我就没法给你啊 剁到哪个什么了啊 然后你看着啊 那么带转风扇 尤其我这个功率还是比较大的哈 啊 然后呢你看着啊 看清楚了吧啊 看到没有呢 是吧风扇给你带转了吧 是不是 然后呢带转风扇的同时哈 你看看你这个玩意儿电压有多低哈 怪不得你说你在淘宝上哈 找找了那么老长时间 是找不到一家给你接这个任务的 那谁能能接呢 是吧 就像我这样的也许能接吧 你看这个电压有多低哈 你看都这么0.5伏了 谁家0.5伏成员还能带动那个什么 风扇转是不是 带方关机管都没有啊 0.5伏了你看见没有 看风扇五五转啊 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啊 而且这个网友说了 如果是能把这个0.0啊 自己来升压的话 最好能冲到电瓶里啊 我试了一下 好像也能给电瓶充电啊 接下来我得给你试一下啊 往电瓶里充电啊 我再放一边啊 然后呢拿这个啊 这个 电池来啊 试一下给电池充电啊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呢 然后呢 看着啊 把这个网友表给它接上去啊 然后看看生压啊 现在这个 电池现在是11.10伏 它接触不好啊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装置给它接上去啊 能不能往电池里充电 因为这个网友说了 它可以一直有电 如果能把电存在电瓶里 然后在大功率利用 不也挺好的吗 那么接下来 我就接上开着啊 接上之后看看 能不能充电去 哎 接上 看到没有啊 也就是这个初级电还是挺高的 可能是啊 一下来能充一点电瓶啊 但是充的越来越慢啊 我今天的屋里试了一天了啊 发现了 充的一否电瓶非常慢啊 可能要充一个星期吧 就充这个小电瓶 就我估计 应该充一个星期能充满啊 充满之后也能点不啊 点挺长时间的电力的啊 所以说呢 这里呢 这个网友要的哈 自由能转换装置 已经给你完成了啊 行了 视频就到这吧啊 有的网友可能问了说 它这个零点自由能 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呢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但这个网友说了啊 你别给我拆啊 虽然这个给你这个不是最好的啊 但是你还是要给我忌讳的啊 所以说 他说以后有机会会告诉我 里面是什么啊 希望我啊不要拆啊 当然我这个人也是非常讲原则了 不可能给你拆的 你放心吧 连这个装置一块给你快递回去啊 绝对不给你拆啊 当然这是有网友问了 如果给你一百万你拆不拆 这么说吧 就给我一百万的话哈 我也是不拆的啊 因为毕竟原则问题嘛 当然或许还有网友问了 我要给你一个一呢 告诉你就给我一个一哈 卧槽你都给我一个一了 我干嘛不商量商量这个网友 拆了吧 他都给他一个一了 你说当然一万五千万多好啊 是不是 哎 当然 或许真的有人给你一个一呢 好了 视频到这儿了 嗨嗨 我专门 不确扯 谢谢观看